现在我们从华严间 从无量寿间 这先后学习的十几年了 我们虽然是下根 但是极十年没有离开经本 天天在学习 常识寻修啊 这种事情搞明白了 里根寺都明白了 这在佛法讲 节悟啊 那心结 我们有了 我们相信不怀疑了 那行政呢 那我们还差了一几 行政的力量不够 行 最重要的 就是放下 把所有的障碍放下了 头一个身是障碍 自私自利是障碍 明文立扬是障碍 无语六成是障碍 贪扬是障碍 我说这十六个字 至少有三十年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放下 怎么样呢 我说得很老实 不说假话 我带你到佛的大门口了 还没进去 为什么 这十六个字 是我说的标准 我能把你带到门口 那进去呢 进去必须要用佛的标准 我的标准不行 佛的标准是什么 放下三界八十八瓶剑后 那这是你的事情 要断戒指烦恼 先断剑后 然后再断 三界九地八十一瓶丝 进四瓶丝与 进四瓶与统统都断了 你正阿罗汉国 六道超越六道 这是佛所办的小学 你进了小学了 熏陶环是小学一年级 小辰 声闻 有四国四乡 那在大臣里面 华言经上跟我们说的 舍心是小学 舍住好像是初中 那在师父一下 才是大学 舍地 好比是研究院 说是班 等觉 好比是研究所 博士班 那么小学一年级 就是初性位的菩萨 初性位的菩萨 他断的这个烦恼 跟小陈虚托环相同 也就是初 八十八平 见后他断了 这是正式上小学 一年级了 我讲的十六个字 放下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 坦诚之慢 只是带到小学一年级的门口 没进去 你在门外 旁听 真的把八十八平 见后断尽了 恭喜你 你上了一年级了 虽然小学一年级 你是圣人 你不是反复了 为什么呢 三种不退 你第一种得到了 未不退 你永远不会退转做反复 而且呢 虽然你还没有出六道轮回 你永远不躲三卧道 你是天上人间 七次往来 肯定正阿罗汉 就超越了 也就是 你在六道里头有七线 天上人间 往返七次出去了 再到六道来 那你是菩萨再来 你是那度化众生 因为你不再造六道的业了 六道的轮回心断掉了 你是菩提心了 这是我们不搞清楚 不行啊 不搞清楚 他自以为了不起了 我修得不错了 我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不是你想象的 对不对 搞清楚 搞明白 我看不懂啊 我看不懂的 你不搞清楚 我看不懂的 我看不懂的 便宜好